好的 观众们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龙氏新闻法治频道 每天上午的9点05到10点05 为您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我们来帮大家好 我是冰阳 大家好 我是李萌 你看前两天又突然下雪了 这天一冷啊 很多人就容易这个腰酸腿 背痛腿收心 脑都不舒服 对 就容易 本来这个大家都已经快换上这个春装了 都已经前段时间是零上的十多度 突然之间下了一场雪之后 有的人这个腰病又犯了 哪都来病了 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腰间盘 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相关的疾病 一到这个天突然发冷 或者腰部受凉的话 就容易发病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个腰间盘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什么位置 为什么会发病 它发病的原理是什么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呢 就这个腰间盘突出 或者说大家所关心的腰部的疾病 你想一想 这个腰部疾病 尤其这个腰间盘突出的 预防以及治疗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 我们这期节目这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也请来了一位非常权威的专家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刘达生 黑龙江中西医古科学术委员会委员 哈尔滨副大颈椎腰间盘医院业务院长 会诊中心主任 擅长无创治疗疑难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 欢迎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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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还是就腰间盘相关的问题 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老师 你说这最近一段时间 你这天气突然转凉 咱们这个就诊的病人 是不是就忽然间会有这样去呈上升的趋势 最近一段时间 实际上气温有波动 实际上按道理来说 就是过去来讲 实际上本身 特别是从中医这个角度讲 寒冷刺激 寒凉本身也应该是诱发腰疼疾病 从现代医学讲 就是腰间盘疾病发生的一个原因 的确是这样 因为天气一转凉以后 这个腰部 它这个筋膜 包括韧带 它都会出现一些精卵 这些精卵 它对这个腰部保护不好 可能略微 有一个比较轻微的腰部的外力 过去可能要需要挺大一个暴力 现在可能有一个轻微的外力 就会造成腰阻间盘突出 有损伤 或者是过去有腰阻间盘突出 就会加重病情 这个腰阻间盘突出 这个症状就会更加明显 没错 就像邮老师所说的 这弯腰确实是一个大学问 如果发力过猛 或者说像老师说 这个腰部精卵 或者受量之后 可能是一个小动作 就有可能引发腰间盘突出 对 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 的确是这样 那老师 现在这个腰间盘的突出的病例 是不是发病率也是成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呢 这个腰阻间盘突出这个病 它发病率实际上也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过去去统计腰阻间盘突出 发病率都应该是在18%左右 他说这个18% 就是说可能有一百个人当中 就有十多个人 就得腰阻间盘突出的 这个估计它这个统计呢 还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统计 有可能还有一些没有纠正的 或者有一些 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腰阻间盘突出的 就是百分之十几吧 这个发病率 这个发病率实际应该是挺高的 那现在我们经常都说这个腰间盘突出 这个词现在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出现 那到底这个腰间盘突出 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变化呢 很多人说这个腰间盘呢 它就是在我这个后腰这个地方呗 那它具体长成什么样 然后这个突出的和正常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请大平老师 来我们放一下这张图片 来请刘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健康的和这种 对 已经不太健康的区别 腰椎啊 它这个结构 它这个腰椎这个结构呢 就是腰椎脊柱这一段的结构 它的结构呢 主要是由腰椎的椎体 这个椎体呢 它是一个骨性结构了 这个骨性结构呢 后边附带有 这个我们管就是把这个椎体前边整个椎体所附带的后边所有这些 这个都叫做就是腰椎的伏架 伏架就是伏属的这些零件 伏架 在前边是腰椎 啊 椎体 然后呢 后边这个伏架 伏架呢 它就有啊 就是上关节凸 下关节凸 有椎板 椎弓根 然后肌凸 就这样 这些都是一些专业术语了 嗯 然后这个椎体 椎体之间 这个 蓝眼 这个蓝的 发蓝的 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透明的 实际上有点像一个透明的 应该软胶 软胶 胶 这个就是椎间盘 正常的结构就是这样 就是由椎体 椎体的伏架 伏架它有小关节 小关节互相相连 相连以后呢 又有韧带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前面的椎体呢 中间有椎间盘 把它们连在一起 这是正常的 这个 腰椎的一个结构 嗯 用错这个 是发生了病理变化 这个呢 实际上它这个 就是一个 有病变了 有病变它重点 实际上腰椎病 当然很多 但是咱们在这里 通过这个解剖 图呢 主要就是讲 腰椎间盘 突出 它这个突就比较厉害 有点往下 脱锤了 所以它这个就是脱出了 这个腰椎间盘呢 咱们现在呢 没看着它横断面 可能一会儿还要有图 有横断面 嗯 现在呢 就是这个 它周围它实际上是个圆的 啊 它显微环破了 你看腰椎间盘 实际盘突出来了 它突出了以后 主要呢 压破的 你看 它压破的就是这个身体根 现在呢 它这个图 这个发红嘛 正常身体根 是一个乳黄色的 嗯 它发红 就是压它以后 它有冲血 嗯 水肿 有炎症了 就正常它也会变红 是吗 正常它不是红的 就正常它压破之后 压破以后 它也就证明它有炎症了 嗯 发炎 所以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嗯 啊 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呃 根据这种压破力度的大小 突出的 这种突出物的大小 可以来我们通过片子啊 通过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啊 来判断它腰椎间盘程度的大小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你有可能是轻微的腰疼 或者某些腿疼啊 嗯 脚直到疼啊 或者影响到走路 或者说再严重一些 突出了比较多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呃 下肢的瘫痪 嗯 甚至大小变得失禁 有一些呃功能的丧失 没错 嗯 它这个呢 就和突出的腰椎间盘的 体积的大小啊 再一个呢 就是和对神经压迫的轻重 轻重程度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病变是 这个 它的轻重的判断呢 一个是从它突出的大小 从影像学判断 还有就可以从它临床 检查的 这些 体症表现 嗯 还有呢 就是它自己感觉的症状表现 都可以判断 它的轻重程度 嗯 有好多最严重的病人 它根本就是坐卧不安 哪是什么样都不行 比如说它走了 它只有是就是在那撅着 撅着 坐也不行 躺都不行 真的是 它就是停躺下 它都不行 嗯 所以它这个轻重程度 是根据它这个症状体症 还有影像学表现 综合可以判断 嗯 所以说这个腰椎 你看它因为是长在我们人体当中 中间的这个部位 可以说是起到一个 乘上起下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说如果它出了问题 我们可能上面啊 还有我们的下肢啊 都会有一定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是的 因为我们节目是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腰部的问题 的话你有腰部其他的问题 不仅仅是腰原文突出的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问题 然后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老师刚才也讲了 会有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后果 但是相信呢 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 然后我们现在各种方面的医疗水平 不断提高的 现在当来的这个社会 这个目前的那种技术水平 是有更好的一个办法的 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张图片呢 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什么叫做中央型 外侧型 还有远外侧型 这应该就是腰间盘突出 不同这个突出方向的 不同的一个表现 对 这是一个横切面 它这个就是腰椎的 椎间盘的一个横切面 就是这样横着断开的 横着断开以后呢 它所表现的呢 是腰椎间盘突出以后 突的不同方向 然后呢 所表现的这种 应该说影像吧 或者是叫影像 就是实际图形的一种表现 这个呢 就是椎间盘 显微环破裂了 破裂以后 然后椎间盘随和 突出来了 中央型 这个是中央型 中央型呢 它实际上就是在 这也是椎管 这也是横突 这是后边 这是后边 那是前面 这是肌突 中央型 往中央突 中央突吧 在腰椎这个部位啊 它不像颈椎 颈椎咱们过去讲过 就是颈椎这个突出呢 它可以压脊髓 压神经 还能压血管 嗯 还可以压胶感神经 然后在腰椎这个部位啊 就是实际上 一般的发生 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部位 嗯 就很少有脊髓食指了 嗯 它是一个硬帮囊 硬帮囊呢 它里边走的呢 就是马尾神经 嗯 像这个中央型呢 要是巨大的突出的话 你比如说 像这个突型 画的突出这么厉害 嗯 它就有可能压到马尾神经 嗯 突出太大 可能对二变 大小变 大小变 这个影响就比较大 嗯 因为它没压到两变 人的神经根嘛 嗯 这个呢 就是外车型的 外车型的呢 就是突出这个最尖盘 啊 它偏外 嗯 上面呢 所 它所标志的 啊 这个呢 左右现在 有点它没标 啊 就是不管它 假如说这边是左吧 嗯 它就是偏左 偏左车 啊 然后呢 这是 这不是15神经根 这个 下边就是 第一 啊 15第一 啊 第一神经根 它这个呢 就往 你不要往一侧偏 假如说这边就是左车 啊 那就是压到了左侧 呃 的神经根 嗯 假如说它又是 呃 这个阶段 如果要是134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压 它就是压到的神经根 就是14神经根 嗯 就是134 嘴体之间 走的神经根 嘴肩孔 除了的神经根 就是14神经根 啊 如果这个是145的话 那走的神经根 就是15神经根 嗯 如果是15第一 就是 第五嘴体和 底骨之间 这个嘴肩盘 嗯 除了它压的 嘴肩孔 那个神经 就是 第一神经 嗯 就是它就不同阶段 压的神经 也是不同的 嗯 当然它表现的临床症状也不同 嗯 对 这个就是一个 它这个叫远外侧型 嗯 我们临床上也叫 急外侧型 就是它说 它不是说 在这个外侧 它不是在这个 你看 这个外侧 它已经要出来了 它就要出来了 嗯 像这种 要压到神经根以后 啊 它这个 压迫的症状可能更重 嗯 它就直接跑到神经 啊 神经根走行 我们把它走行 那个管道 叫神经根管 嗯 它直接也跑到神经根管里来了 嗯 突出最肩盘随和 所以这个 症状应该是最重的 最重的 那老师像中央型 您刚才说 中央型那个 如果它吧 突的这个是 好像比较大 嗯 要是比这个 要再小一点 突的 它压到硬帮囊 硬帮囊里边 因为它的马尾 神经在里边走的 那个比较宽敞 嗯 有的时候就不出现 啥症状 嗯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 中央型 外侧型和远外侧型 就是一个 从轻度到比较严重的 这样一个状态 它应该是 在这个上 就是这种 应该是 从轻 逐渐逐渐 重 嗯 而且这个 那应该叫 脊外侧型 或者远外侧型 远外侧型 应该是最重 嗯 那应该是最重 对 它应该是最重 如果 是中央型 所以呢 这个是 不同的突出方向 在这个 这个不同的 最肩盘的 突出方向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描述 啊 那个描述 就是在这讲一下 就是啥呢 就是 它就是在这个 神经根的 哪个方向 嗯 神经根 神经根 哪个方向 左面还是右面 你看这不走 神经根嘛 它突出这个嘛 突出这个 它有的时候呢 就把这种突出吧 它就形成像 你看 假如说 我这个是 叶蒙囊 嗯 身体取杆 嗯 两边伸出的胳膊 是神经根 就是两个神经根 嗯 然后呢 突出的最肩盘呢 在神经根 在哪个方向呢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 你看 这个假如说 是突出的最肩盘 嗯 我这个最肩盘 这叫夜下形 夜下形 哦 在神经根 在神经根的下面 它把神经根 形成是人的 像这个夜部 胳膊 嗯 这就是夜下形 这突的东西在这儿的 嗯 然后呢 突的东西要在这儿 就管他说 这这个突的最肩盘 绝合在这儿 嗯 这就叫什么 肩部吗 肩上形 哦 肩上形 肩上形 对 所以他在不同的 那个方位 在神经根的 不同的部位 嗯 然后呢 在相应的呢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嗯 相应的呢 实际上临床呢 还有腰部的 不同的肌形 嗯 弹原来弹 脊柱撤弯吗 就脊柱 它就会出现 不同的 病理 变化和弯曲 嗯 它是为了躲避 你看比如说 一页下形的 嗯 要脊柱 你要往这么弯 嗯 它可能就更厉害了 嗯 所以他就不往 不往这边弯 它就往这边 哦 就反方向的 反方向 你看他一弯 这地方他就松快 哦 就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这个 不同的突出的状态 也会有不同的症状 这个体的突形呢 就是说 腰椎间盘 随和 是突出的 不同的 三个方向 嗯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说我们到医院做个检查了 说我这个突出的在什么样的方位 应该怎么样治疗 想问一下我们的刘老师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打一解惑 王婆 你看这个老师讲了 这么多非常专业的一个知识 啊 大家相信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网友朋友们 已经是对这个腰椰盘 突出的一些病理啊 原理 不知道大家 接受的怎么样 消化的 如何 能不能了解 自己这个腰腰椰盘突出 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 到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表现的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了 呃 所以说治疗之前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讲 应该如何的预防 就从平时 我们这个 弯腰 搬重物 就这么一下 开始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吧 应该怎么样去 呃 更好的去预防 腰椰盘突出 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通过大屏来看一下 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应该如何的正确 用腰 嗯 正确的搬东西 呃 在平时啊 这个腰部啊 实际上 患有腰椰盘突出 要归结起来呢 呃 有好多的都是因为 在平时 呃 生活 或者是 工作 劳动过程当中 嗯 啊 这个不良知识 也是很重要的 治病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啊 啊 你像这个 现在咱们看到的 前两张图 这个是正确的 啊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东西 你要搬一箱书 嗯 啊 这样的话呢 你就必须呢 先 蹲一下 蹲一下 嗯 啊 宽管节 洗管节都曲曲 你要蹲一下 做一个 有一个 准备的一个姿势 啊 然后呢 哎 给它搬起来 嗯 啊 你就不能 呼 一下子 腰一下就下去了 嗯 腰要一下子 要下去了 啊 直接去搬 这样呢 就对腰部这种损伤 和损害就比较大 嗯 当然你这个东西要很重 你这个一搬 把这个东西搬起来了 然后直接腰部受力 啊 而且腰部呢 这种载荷 和它这种捡切力 就比较大 嗯 比较大 那有的时候你搬一箱很重的东西 或者你搬一袋水泥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 你可能一下子 就是因为搬东西 这个一个不良姿势 就导致这个腰阶盘突出 就突出了 嗯 但是老师 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用这种 错误的姿势比较多一些 因为感觉前面这个先蹲下再起来 好像更用不上劲 这个感觉 它不是用不上劲 嗯 就是说你必须有这样一个 呃 保护腰的一个准备 嗯 啊 因为你没有这种意识 你就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了 对 啊 然后一下就去把了 八卦以后 你会造成那个后果 对 对于腰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嗯 这个说简单一点 就是尽量不要让腰去吃劲 对 你下去的时候吧 你直来直去的去搬这个东西 有可能就是你的腿部和胳膊在吃这个劲 对对对 如果你这样弯过去 它主要是对 那主要一量 它就在腰 它腰就有一个 像一个折叠这样的感觉 对有一个 我们叫剪切力 是 而我们这个腰间盘 就像老师所讲的 就像一个呃 这样一个怎么来讲的呢 就是很软的 让一个球体 就是胶状一样 对 如果我们可能一个寸劲 它可能就真的一挤牙就吐出来了 嗯 就吐出来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搬重物 大家要注意用腰 尽量不要让这个腰吃力 那下面我们平时还有一个 除了搬重物 更多接触到的 比如说一些上班族 对着电脑 现在如何去保持一个更好的和电脑的这样一个距离 如何正确的坐姿能够保护我们的腰 都知道这个坐久了 腰疼 那看来这正确的姿势会不会坐久了 不腰疼或者说更好的保护腰间盘呢 对 坐的时候呢 也要坐直 一般的呢 你看 坐直以后呢 它就能够保持体重啊 这正常的一个生理曲度 嗯 啊 这颈椎有一个向前途 胸椎向后途 腰椎向前途 低尾椎向后途 嗯 你看就保持 啊 它能够这样 啊 如果呢 你要是这样 一般的说 你就是 就整个是一个弯的形状 这个弯的 这样一个角度 啊 往往呢 我们就说这种姿势的话呢 都说 你看它狗够到那儿 嗯 狗够 对狗够到 身一走 那个 有点这个 你看 它弯的角度特别大 弯的角度大呢 对腰这个部分 啊 它就是总而是有一个绝 就是 这个 载合和绝的力量大 嗯 就这个力量大 长时间的 慢性的 时间长了 腰椎肩盘 那个显微环呢 就因为劳损 劳损以后呢 啊 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有弹性了 嗯 它没有弹性以后 如果腰椎肩盘 显微环要特别了 这样的话 它就会凸出来 嗯 凸了以后 它就压到腰椎的身心根 啊 那 总是这样一种姿势 那腰椎肩盘 发生 那种几率 那是 必然的 嗯 其实像说到这个坐姿啊 我以前看到过说 这个坐 你如果是 整个把屁股都坐在这个椅子上 嗯 其实你想保持这个挺立的这个姿势 比较长的时间 是比较难的 嗯 所以很多人就说 坐椅子的时候 其实应该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 啊 前三分之一 比较有利于这个脊柱的挺拔 是吗 老师 哎 那倒是不一定 嗯 啊 你看它这个吧 你还没注意 它有一个腰靠 嗯 这边有 垫了一个腰垫 它垫了一个腰垫 嗯 它实际上垫这个腰垫挺好的 挺好 啊 这个腰垫垫上以后 你看站好 它就有助于 它就外接 万一给 生理曲徒 对 推出来 它就符合腰椎 向前突的生理曲徒 嗯 实际上它 它这个垫一垫上以后 它这个臀部啊 它的后缘 嗯 没有完全靠到这个椅子上 嗯 但是不必要坐三分之一 你坐三分之一 后边就全空的 太多了 嗯 就太累了 你后边没有一点衣服和倚靠 嗯 嗯 嗯 所以说大家 那这开车的时候啊 或者是尤其这个青少年 嗯 都说这个家长管孩子 这个管的可能是 多一些小的 就矫正大家这个坐姿啊 嗯 其实现在看起来 真的是挺有用的 没错 所以以后这个 比如说 脊柱侧弯了 再加上腰肩盘相关的气 那真是后悔就晚了 嗯 比如说这个家长朋友们 对这个青少年 那个呃 写作业的时候啊 扶案工作 就是用电脑的时候 这个姿势 还是应该去去去 这个应该去这样 板一板 嗯 不止应该让他们就是 呃 很多家长都是在抓学习嘛 对 不仅应该抓学习这一块 还应该看看他们的这个 在学习过程当中 有没有保持好的坐姿啊 这个眼睛离书本呢 够不够远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 我们也应该多多关注一下 腰靠也有的时候 也真的可以用起来 嗯 没错 嗯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 就可以和我们进行电话的一个 呃 联系 我们这节目是电视网络同步直播呢 那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不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啊 看这张图片啊 同样是一个关于坐姿的 和那张图片 基本上有一些相似 都是告诉大家 在服务工作 或者说用电脑 对对对 进行工作的时候 坐姿势一定要端正 嗯 一定要端正 尤其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个 开车的司机师傅们 都说这个长期的 尤其长途客车 可能十个人当中 会有这个大比例 比如说七八个人 都有这个腰间盘方面的疾病 对可以说这是职业病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这个注意正确的一个姿势 就像我们这张图片一样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有一个错误的开车方式 就是可以看到左边的错误方式比较紧张啊 紧握方向盘 感觉好像是新手 新手 新手一般都会 头就会探出去 没错 这样的话就对腰部开久了 腰不光是腰疼啊 可能你的肩膀啊 还有都会不出 对啊 对领椎都有一定的损害 反正对人体正常那个生理这个结构啊 都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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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 这个正确的姿势也是抬头挺胸啊 你看腰背部紧靠这个有一些弧度的这种 最好有一些腰垫 对这个生理曲度给它弯出来啊 开车的时候进行放松 目视前方 不要太多的探头呢 对颈椎也不太好 在于现在呢就疲劳驾驶吧 实际上你就是正确的坐姿 开的时间过长 也是受不了 你还要开十个八个小时 实际上也不行 所以说现在都不让这个长时间的开车 我们开一段时间 对要下来活动一下 放松一下 有的那个司机就是开开开的 玩然后就要休息一会儿 我知道有一些网约车的平台 它详细规定 你比如说接了多长时间的单之后 你就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 不然的话它就 它会有一些措施 详制你 这是开车方面的 这个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时间呢 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治疗方面的 那个预防方面 大家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和我们进行联系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在线帮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腰椎肩盘方面的一些疾病 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 或者说您有什么治疗的 好的方法呢 都可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告诉我们 0451-8289-0979 8289-0979 如果大家不打电话的话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节目的直播互动 刚刚节目之前 我们跟大家讲了 很多朋友对腰难突出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 很多不了解 不理解的地方 没错 老师今天也给大家讲解了 很多帮大家打以解惑 之后呢 大家跟大家讲了说 如何预防 如何正确的 平常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使用正确的姿势 包括开车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这个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和大家 共同来探讨了一下 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和是更好的呢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看过的一张图片啊 就我们最开始 老师应该了解的 传统的保守治疗 针灸 按摩 推拿 牵引 拔罐贴膏 这是保守治疗 那到后期 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治疗 那就是可能要开刀了 要把这些突出的部分 一点点的进行剥离出来 到现在 会有一些先进的方法 那究竟在这个图片当中 我们刚刚也就已经了解了 哪里是突出的部位 是突出的什么程度 压到了什么样的神经 那老师就这三种的方法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这三种方法的这个治疗的原理 跟大家更直观的看一下 那接下来 就是如果大家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的话 那效果是如何的 腰椎肩盘突出 它的发病的根本原因 就是腰椎肩盘 显微环破裂了 破裂以后 椎肩盘的水盒突出了 突出了以后 它压到的重要的组织 就是腰部的神经根 就是它压迫的唯一的 因为腰部这个地方就是神经根 当然要是比较高位的腰椎肩盘 比如说腰一二的 那个地方还是有脊髓食指的 那个如果受压 受压以后 可能会直接出现一些 结痰的一些表现 但是那个部分也有腰椎盘突出的 胸椎也有腰椎盘突出的 胸椎肩盘突出 也有 所以它的原因就是这个 这样的话 针对它这个病人 要进行治疗的话 过去实际上 采取一些所说的保守的治疗方法 按治疗原理上来讲 它是不能把突出的椎肩盘随和 直接比如说解除 对神经根这种压迫的 比如说针灸 像按摩 牵引就过去 这个治疗方法 可能加大一些椎间孔 椎间隙 对于神经这种压迫 可能躲避一些 或者是有助于它炎症消退 稍微有点缓解 有些缓解 再有像做理疗 贴膏药 这些都不能 就是把突出的 就是实质性的这个东西 让它去掉 或者让它缓纳 所以从治疗这个角度 就是说这些保守的治疗方法 一旦要采取的话 可能能缓解症状 缓解症状的真正的 缓解症状的这个 起到效果的 这个原因呢 实际上不是把突出的 椎肩盘随和 食指这个物质 就给它消除了 摘除了 或者是缓纳了 而是呢 让受压的腰椎的神经根 躲避了 逃逸了 炎症消退一些 肿胀消退一些 然后症状缓解一些 但是它该突出的 这个地方还是在 它该突出的东西还在突着 但是只不过 可能它受压 或者炎症一消以后 它症状得到了一些缓解 再一个呢 过去的 就是传统的 就是彻底的 治疗方法 就是腰椎盘随和 摘除树 开刀做树 做开放手术 做开放手术呢 现在最近几年 因为做这个手术 的时候呢 多半呢 现在呢 都采取呢 就是比较范围大的 视野比较 开阔的 这种治疗方法 就是打开的椎板 包括就把 后撤的骨头 打成的范围也比较大 这是一 第二呢 有一些比较疑难的 你比如说 它这个神经肝管 和神经受压的这个部位 包括它后撤的 这个环身带 有的呢 它包括 这个骨脂 可能有一些增伤 它为了 就是更彻底的清除这些 所以它手术 视野也大 大以后 再一个呢 就是伴有多阶段的 这阶段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两个阶段 你上的 这样的话 它手术的范围就更大 所以现在做完以后 它把这个椎间盘随和 它是通过一个 宰除的方法 一般的宰除 反正有些专业 你比如说 有随和凿子 有随和钳子 就给它宰除 宰除以后呢 当然你这个 手术的视野大了 但你这个窗口也大 窗口对 也大了 脊柱的稳定性也差了 所以现在呢 应该说95%以上 做腰阶盘 开放手术 多半最后都要 放钉棒 就是做钉棒内固定 就是拧上钉子 然后给它支 就是保证脊柱的 一个稳定性 另外呢 它椎间盘有的时候 在做宰除以后呢 这个椎间盘 这个中间 椎体和椎体之间 这个间隙呢 破坏的比较多 有的还止入融合器 止入融合器 就是把椎体之间 止入融合器 止入融合器 就是要两个椎体 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止入物 所以它不是这样做 就是根据这种情况 最近呢 就是国际上 比较流行的 还有呢 医学期刊上 报道的治疗方法 现在就有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呢 就叫 这个 用仪器 做一个无创治疗 就不用开刀了 它不开刀了 不开刀 做仪器做治疗呢 它治疗的原理呢 它是在影像学监视下 就是有西壁 西壁影像学监视 然后呢 这个治疗的仪器呢 它还有身经导航系统 因为这有身经嘛 包括治颈椎那个 颈椎那个 除了有身经以外 还有脊髓 所以它怕 身经和脊髓受损伤 这样的话呢 就有身经导航系统 就把一个非常细的 一个探头 我们叫探头 就非常细 可能0.7毫米左右 它就从后外侧 进到突出 最间盘随和这个部位 突出这个随和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 胶动样的物质 这样的话 它是个软的东西 进了以后 它通过仪器 就放出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高效能的热的一个光波 就把它突出这个随和呢 就可以让它凝固和收缩 实际上老美星一般话说 就是给它 让它干部回去了 它就缩回去了 缩回以后呢 这个显微环 它有个裂口 然后呢 再用这个探头 用这个热能 给这个地方 再给做一个修补 修补 实际上就是把随和 按的归位 也可以叫还纳 然后把这块做个修补 从而呢 解除 对神经根的压迫 也不会影响 这个技术 还是应该 效果还是应该非常不错的 而且治疗起来 不像那种手术啊 那么动作大 再一个呢 原来所说的那些 保守的治疗方法 实际上 还是一个临时环境 但是当然有很多 你就是不做手术不行的 那必须还是得做手术 在于介于这个之间呢 现在这个治疗呢 过去当然有 比如说注射胶原煤了 还有精辟酸刺 随和再除了 还有呢 就是 还有现在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治疗方法 就是孔镜 金钱孔镜 也有 就是金钱孔镜 它是夹一个小口 嗯 窗口比这个 切口小 然后呢 进去一个 它凿个洞 往进去以后再除 基本上治疗方法 就是这么多 嗯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 这个病的形态 我们也是有 不同的治疗方法 它有不同的治疗的适应症 嗯 所以呢 患上腰队降板突出 腰队降板突出症的患者呢 就是要根据 你所表现的临床症状 再加上呢 要经过专科医生 进行专科检查 再加上影像学 综合分析 最后呢 看看你适合 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方法治疗 它不是说一概而论的 嗯 就说你这个 都必须都做手术 嗯 说你这个腰队降板突出症 啊 你必须都得做 仪器的无传治疗 嗯 说你这个腰队降板突出症 我扎针就有 我就能给你扎好 嗯 这都不能这么说 嗯 好的 那如果大家不太知道 说我现在这个 腰队降板突出的 这个症状 比较适合用什么样的 治疗方式呢 都可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为大家答一解惑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健康在线帮 我是李萌 我是冰阳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腰椎 肩盘突出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相关的疑问呢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这线电话 045182890979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 很多的这个 腰阶盘的治疗的方式啊 还有症状 那其实有一些的 观众朋友就会想说 老师经常说说 哎呀 想要确定你这个 应该怎么治疗 或者你有没有这个 腰阶盘突出 得去这个专业的医院 做专业的检查 那有的人说 我这个还没确诊 然后呢 我这个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就觉得说 最近有什么腰疼的 这个情况 就想问一下老师 说我这个能不能先自己 简单的检查一下 我自己在家 有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自测一下吗 然后如果确诊了 我再去医院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心理的 这个承受能力 可能是比较弱的 他们一腰疼 就哎呦 完了 这腰阶盘肯定是突出了 还有的时候 不太敢去医院去检查 就自己心里有负担 其实可能 会是别的腰部的问题 但是自己也不好确定 老师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所以啊 这也是一些 这个腰疼 这个病人吧 或者是 有一些 这个 在一些 咱们这个人群当中的 一个误取 实际上啊 你要是真是 有了腰部这个疾病 比如说你有症状了 特别要自测的话呢 应该说 特别是你腰疼 完了 同时呢 还伴有下肢症状 我们一般的呢 就叫做 下肢神经 神经跟受压的 根性刺激症状 你要有这样的症状 实际上呢 就要高度警惕 是腰椎盘出处 嗯 就是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说你有腰部的症状 但是没有下肢症状 可能有一些下肢的临床 体症的一些表现 但是你自己呢 还撤不出来 嗯 所以一旦 要是有腰部 你比如说疼痛啊 或者腰部啊 有什么 比如说 脉伤啊 或者扭着了 嗯 你这个就应该 及时找专科医生 到专科医院 及时去看 嗯 不能拖 特别不能拖 时间长 有一些腰部 还有其他别的疾病 除了腰肋肩盘 当然有一些腰部的疾病 那些疾病呢 就是它的病程 可能相对长一些 嗯 你比如说腰部的 你比如说强烈性脊柱炎 嗯 是叫中枢性内风湿 这个病有的时候 也很难发现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它还不是典型的腰疼 但是这个病 你要不早去发现 早去治疗 而且有些人 拖了很长时间 到最后 这个后果是挺 不堪设想的 嗯 有的最后出现多关啊 那种畸形啊 那就很难 你看好多啊 那都是就是强解啊 这实际就耽误了 还有呢 你比如说腰部的一些炎症 比如说这个 这个化能性脊柱炎 嗯 或者是腰椎解核 啊 腰椎占命性病病 你这些病 你要出现腰疼 你要不再到医院去检查 你要一腾 腾两三个月 这有可能有些病情 你就完全错过了治疗机会 嗯 而且造成的后果 也是不堪设想 嗯 就就腰间盘而言 如果你要是不及时的明确诊断 啊 或者排除 啊 这个 这个 它不是腰间盘 这样的话 你腰间盘发展 发展严重了 啊 也有好多病人出现部分瘫痪 或者是完全瘫痪 这样就变成了 因为腰部的疾病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种类 要确诊 要对症 下药 要对症治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回来之后 继续给大家打一解核 文文 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就问了一个 和刚才的问题差不多的一个问题 他说的是 他说他想问深蹲会不会引起腰间盘突出 说最近 前天练完深蹲 今天腰疼 想问这正不正常 深蹲就是 深蹲很深 再起来 他们每天他可能喜欢这个动作 因为对下肢的力量是一个锻炼 做下肢 那他蹲那时候 他扛不扛杠凉 那没有 这个没有具体的说 对 就是下蹲 这个下蹲 一般这个动作 对腰的损害 实际上应该相对 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腰部 它还是保持一个直立的位置 所以这个动作好像 它不像那种 你比如说 弯 就是 这个弯腰 或者是腰部 受这个 绝的 剪接 剪切这个力量 做这个动作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是 诱发 或者是造成 腰对肩板突出的 这种可能性 比较小 比较小 但是如果扛着这个 杠凌 杠凌 就是上面有这个压力了 对 那样的话 腰部可能就承受力量 那个现在要扛杠凌 有些 我看到了 有一些在这个健身房 做健身的时候 但是我是没去过 什么正规的健身房 我都是看过 就是那个健身房 健身的时候 有好多人就卡着杠凌 蹲 是不是 那个就不行了 那杠凌 你要一扛 可能是上百公斤 整个上肢的压 上面的压力 好几十公斤 那个压 对腰部这个压力 就太大了 所以说如果是单纯的 山蹲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练一练 这个腿部的肌肉和肌力 那他现在出现 这个腰疼的症状 用到医院去确认一下 他这个应该也是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看看呢 有没有下肢 伴有的腰椎 身经跟受压的一些体症 如果检查出来 有体症了 你比如说 肢体太高 实验是阳性了 一抬腿 腿就 有种麻的感觉 然后呢 脚背 完了一座背身 麻加重了 我们就管这个叫 拉赛克布尔伽的 就两个实验 做这个实验 它是阳性了 完了然后呢 肩反射也不好 比如说 那是阳肌肌肌的 肌势委达软顶 这o子肌肌肌的 integral мер technically 一座肌肌分射 十五时集的肌肌前反射 一看大拇指 激励也下降了 拇指没劲的 这就是体证出来了 这时候你要再做片子 影像学CT 一则检查 有腰间办出处 那就必须得击倒它 就去做血栓了 对它就这样 所以说我们这个腰间盘 不仅是有这个影像学方面的一个检测 我们到医院之后 还会有一个查体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专给医生查体的一个检测 甚至我们现在呢 这个查体呢 应该说做一些检查以后 就基本上能判断出 是哪个腰间腰队间盘 哪一段 哪一段压到哪个神经了 有的时候呢 就这种查体表现的体质 就可以判断出 说它这个腰队间盘突出 轻作程度 突出块的大小 突出多大面积 都能查出来 就应该大体上 就心里就有个数 就是长时间接触这样的病人 有点手摸心慧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还是比较担心的话 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查 再来看一下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 他说爷爷早年是腰间盘突出 做完手术后呢 就落下了腿疼的毛病 现在腿疼起来呢 吃止疼药都止不住 然后又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缓解或者治疗的方法 像他这个呢 也应该是到医院 做专科检查以后 再做一个影像学检查 也不知道他现在手里 最近做不做影像方面 这方面的检查 要做的话呢 实际上你要真正要是缓解 他这种疼痛 单纯吃药 可能能盯一两个小时 最后还得要解除 椎间盘突出这个随和 对身心跟这种压迫 这个压迫要是不解除 这个疼痛 他只能始终是不能缓解 那他早年是做过这个腰间盘手术的 然后现在是还腿疼 那是说又有突出了吗 他要早年要做过腰椎间盘手术 可能呢 就是原来做那个解断 他没有发病 比如说他做这145的腰椎间盘 宅出手术 或者他上了丁瓣 然后呢 他现在可能疼 那134是不是有突出 腰底是不是有突出了 就是在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阶段出现突出的症状 这是疑 另外呢 腿疼 还要和这个 有些病人说一下 就是有的呢 可能还是神经干 所说的神经干呢 它就不是神经根手压 它是神经干 神经干手压 神经干手压 这个疾病呢 有几个呢 你比如说有一些 它有这个 呃 作骨神经受压 嗯 就是在 呃 作骨神经出口那个地方 有受压 我们一般呢 管的叫 黎壮基出口综宽症 有的骨神经受压 叫骨神经卡压 综宽症 就在前边 嗯 前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腹钩这个地方 啊 受压 嗯 有的呢 你比如说肥肿神经受压 嗯 它可能是小腿疼 小腿忙 它就在呢 就中医讲那个猪三里 或者在果窝 这个地方 它受到卡压 嗯 所以还有一个病呢 就是周围神经 这种卡压 也可以造成腿疼 嗯 所以说它现在还有腿疼的这个毛病 有可能是其他的地方 又出现了问题 别的一阶段 是不是又有腰椎间盘突出 这个发病 再一个呢 是不是周围神经感受压 有的病人呢 它是神经感受压 和腰椎间盘突出 同时存在的 也有 嗯 还有呢 就是有好多病人 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包括九对病 啊 治疗啊 这种愿望 啊 一个是强烈 对治疗这个效果 期望值都特别大 嗯 在这方面呢 也要提醒 管达这个患者和患者家属 啊 有的呢 它是神经受压时间长了 有好多都延误了 做手术 它就害怕 一直又没做 啊 这神经呢 受压以后 啊 变性啊 坏死啊 这都有 嗯 就是即使你做了 什么手段治疗 即使你就包括你做手术 你现在 把突出的 痴间盘随合 啊 摘出以后啊 它可能还会遗留一些神经啊 就不能完全恢复的一些症状 嗯 啊 这个还是有的 好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 利用这个广告的时间段呢 大家可以编辑一下您的问题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聊一聊 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 他说 我今天检查的腰间盘突出 医生说让我减少腰部的活动 想问问什么运动适合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做呢 这个 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他检查出来了 已经确诊了 而且他到医院去检查了 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医生也给他查体了 嗯 有些腰椎间盘的体症他都具备了 有了 嗯 完了 而且做了腰椎这个影像学检查 这样的话 他确诊以后 任何腰部的运动 对于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 都是不应该做的 是吗 嗯 都不能做 嗯 做了以后只能加重病情 而且呢 对于下一步的治疗也会添很大的麻烦 嗯 那之前你看他说这个医生主妇 他说要减少腰部的活动 然后之前老师和病人也提到 有些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他疼起来 他就蜷缩在那只能保持一个姿势 那是不是说我减少腰部的活动 我就每天养着 人家不是说这个腰部疾病得养着吗 我就天天对 不要干太多活 我就天天在家养着 这样是不是对腰部的恢复会好一些 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 养一养回去 嗯 就得把突出 腰椎间盘的随和 把它 就是解除 它对身体感的压迫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区 你不论是说有仪器无创 有的那就不论是坐手术 有的可能还需要做孔劲 就把这个东西给它拿掉 嗯 那像这个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 他就不能做一些活动了吗 对 腰椎的活动就不能做了 你比如说故意去锻炼 那都不行 嗯 啊 那都不行了 那平时带一些这个护腰一类的东西 带护腰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 得了就得治 治完了以后 恢复好了 逐渐逐渐再做一些活动 嗯 你比如说 恢复期的一些功能锻炼 嗯 未得的时候做要未及的功能锻炼 做活动 或者是做有准备的一些锻炼 嗯 那都行 等一旦你得了 在发病期间 啊 就什么都不要做 或者是说在 呃 得了腰椎盘突出症以后 这个治疗期间 嗯 这都不能做腰部的活动 嗯 所以就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减少这个腰部的运动 就不要做这个腰部的任何的活动了 是的 我们看节目时间马上会接近尾声 我们最后再帮一个朋友问一个问题吧 他说最近医生你好 特儿的妈妈今年63岁 年轻的时候呢 老干农活特别的累 现在来帮他看孩子 每天晚上这个腰部特别的疼 里面还有这个响声 嗯 想问一问 这是腰肌老损呢 还是腰肩盘突出 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 不应该是腰肌老损 腰肌老损过去我也否定过这个诊断 对 啊 因为腰肌老损呢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病名 它是一个腰部出现一些疼痛啊 或者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 就是搞不清楚 它是从哪儿来的 嗯 就这么说一句 腰肌老损 就非常含糊和涵盖非常广泛 嗯 你比如说腰椎这个病 它有可能 像他这个 它有响声 是不是腰椎有小关键紊乱呢 嗯 或者是腰椎 剂上了剂结认态啊 是不是有炎症啊 啊 是不是腰三 哼突松核症啊 这都有可能 嗯 但是单纯腰疼 它不伴有下肢 根性放生样子 腿的酸麻胀痛 啊 它的腰肌板突出的可能性 还不是太大 嗯 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排除 因为有的时候 它可能有能 有的表现那些体症 我还是那句话 它自己也没体会到 嗯 所以它这个 腰肌板突出 只能说可能性不大 嗯 但是呢 有可能是一个腰部的 其他的软组织的 局部的一个病变 嗯 但是不是腰肌老鼠 嗯 而且像他这个 他说是母亲来帮他看孩子 这个 是的 长时间的抱小孩 可能对这个腰部 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对腰部啊 嗯 对腰部啊 这个保护也不利 嗯 包括这个年轻的时候 可能过去他长时间干脱活 还有一个慢性的 老损的 蜕变的 蜕变的 蜕变 这样一个基础 嗯 基础 所以说这个腰部啊 还是要提前 还是要医院去检查 嗯 如果得了相关的疾病 像这位朋友的话 一定要带着自己的 这个母亲 去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里 去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确定一下到底是 像老师说的是 蜕变的突出还是这个关节的小功能 这个小关节的紊乱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腰部疾病 对症下药 对症治疗啊 嗯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这个腰部的健康 呃 在这个腰部 得这个得病之前 更好的去去进行保护它 去预防它 能够更好的去让腰部 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不至于让我们更加的 就是感受到这个腰疼 难忍啊 嗯 去对我们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没错 那现在就要从每天开始做起 不管是你的站姿 坐姿 开车的姿势 都要引起重视了 嗯 好的 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今天的专家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 再见 再见